英文 風 風 白住 侯主真的很厲害 一來,差不多是Girl Outel 王 還可以住到三房單位 其實這間屋,一開始是兩房單位 但是因為一家四口 所以我們特別多間房 這個單位實用面積有480呎 一家四口主也非常足夠 但是因為子女成年需要各自的私人空間 所以需要多間一間房 以往房間都會用磚牆或木板做分隔 但今次設計師就用了一個雙面衣櫃 本身如果用衣櫃做的話 你就彈性些 因為其實將來這個護主 有機會將兩間房打通變回一間房 所以如果做改動的時候 它就會容易些 如果用磚牆 通常都會比較建議 以後不會做改動的家才這樣做 本身就分兩邊 這一邊就是女女房開門的地方 而另外那邊就是免向著哥哥房 但因為都不想浪費了這一面的空間 所以我們特意做了磁石牆 就可以做少少DECO 兩間房看起來一樣 但其實有很多小細節 妹妹衣櫃有個摺疊式梳妝桌 亦都按照了衣服收納袖 慣留有更多的寡衣位置 哥哥房就用了深色木 還有一封顏色牆 床頭位置還有一張摺疊式的書桌 單位另外一個大改動的地方 就是廚廁部分 阿飛爺其實這個單位 都有一個開門建設的問題 其實本身一開始 原則上門口是在這裡 但因為我們不想浪費客廳的空間 想放一張大型的梳化 所以我們才會把它改動到 放在這個位置 我們特意做了白色的門身 整個感覺就不會太明顯 雖然改了門口的位 但廁所的空間都沒有減少 而廚房就向飯廳移前了 由原本面積35呎增加至43呎 改動之前雪櫃需要放在飯廳 感覺上外觀就沒有那麼漂亮 所以我們特意移出廚房 然後把雪櫃可以放進去 整件事就更統一 其實用了玻璃托門 會不會油漬上面比較難處理 這方面是還好的 因為坊間都會有很多玻璃清潔劑 直接用那些清潔就很方便 講完間隔是時候講講設計 護主沒有特別要求要用什麼風格 反而指定要兩件傢俱 本身一開始護主 其實就是選擇了這個屏幕的電視櫃 以及這張沙發 根據這兩件傢俱 就做一個整個屋企設計意念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木材 木式去混搭在整個屋裡 其實都還好的 因為你看到一開始飯廳那裡 其實是以淺色為主 然後去到中間客廳的部分 就有幾隻混合的木材 然後去到最後 common area 就是一隻糊塗木式 你會看到一個層層遞進的效果 所以都相當之和諧 設計師說 日本製造的木家絲乾燥效果做得好 就算香港空氣濕度高 都可以保養得很好 有沒有覺得客廳沒什麼局促感呢? 因為設計師把鞋櫃、雜物櫃融為一體 還用了白色櫃面做保護顏色 所以視覺上沒什麼壓迫感 其他主要收納空間都是主人房裡面 有各大衣櫃 床墊下面甚至入房的Ti-Cup都做了地台 護主還讚地台首抽位設計用心 容易打開 因為製造了地台 也不希望房門影響這個季的觀感 所以特意製造了一道暗門 盡量把房門印藏在牆生裡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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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